好,那去到我们的第四条,第四条题目了,如果第四条题目你有问题,真的好搞不定这一方面的Estimation and Error,我们叫Estimation and Error,这个初中的题目的时候呢,你是可以referir我们的中六的SERP的第一堂的比较压尾的位置,那一份的Nokes,或者那个的YouTube的Video,那你自己去看它了,如果再搞不定呢,你就再看看如何领筹高件了,对吗? 好,那我们就说呢,怎样做呢?我那时候说,首先呢,你先给我个数码,可以吗?所以你先按一按击,开方二除Pi的Squade 你解决到是0.143289792的,这个计数机是告诉你的,好,然后呢,我们要做以下来的东西呢,其实那个做法呢,就是这样的,先看了这里,四个SERPIC,那你就将这个动作拍到这一串的计数机的数码那里,四个SERPIC是多少呢? 零不计啊,第一个零不计啊,SERPIC的意思是有效数字,就是由左手边数过右手边的时候,第一个非零的数字开始计起,对不对?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,第二个,第三个,第四个,这个就是第四个SERPIC了,那第四个SERPIC你要确定呢,就是在第四个SERPIC和第五个SERPIC之间呢,就拿一刀 拿一刀之后就取决于你第五个SERPIC的NUMBER了,如果是小个等于4的,0,1,2,3,4的,那你就写去 5,6,7,8,9的,那你就要写去的朋友去什么?入去,是不是?就是你写5入了,走楼环单的写5入了,对不对?那所以因为8的关系呢,今次是要入的,那所以你会将到第四个位呢,去移高一格的,所以答案是0.1433,对不对? 0.1433,那所以就错的A号仔,对不对?那然后你就5个SERPIC,5个SERPIC只要将同一个东西再做一次,不过今次就在第五和第六个SERPIC之间下到啦,第五和第六个SERPIC之间下到啦,那你这样下到的时候呢,因为你的尾是9,第六个SERPIC是9,那9就要令去前一个位,即是八指呢,是上一格,那所以答案是0.14329啦,0.14329啦,那也是错的,对不对? 那六个SERPIC呢,你也都是再退一格啦,那就会是这个位,那但是呢,7亦都是大过,等于5的,那所以它是会令到9这个Number呢,向上退一格的,那所以这个位会退一格的,那很无奈地呢,退一格之后我们会进位的,因为十进仔嘛,那再进位呢,就会令到你再加1,那所以就0.14329,0啦, 那各位小朋友也好,中学生也好,记住这个位,要写了0啦,因为你是6个SERPIC,如果你不写0,就算5个SERPIC,你是错的,就算最后一个位是0,都要写0,记住6个SERPIC就是说,你由你第一个非0的数字开始数起,数6个位,你要写到6个位给我,你写不到6个位,就一定不是6个SERPIC,对不对? 所以这个是0,不要miss了,对不对?所以这个都是错的,那然后呢,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我们的7个SERPIC,那我们的7和8中间加一道,那9会令到它升,那同一道理就是0.1432898,那7会变8,那这个就会是我们的正确的答案,那所以我们的答案呢,就会是D多,第四条是D多。